上個星期醫學界發生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話就說是笑話 但我覺得真的有點笑不出 我覺得有點可悲 甚至覺得很多人會害怕 最近講了這麼多一些醫學的問題 真的太悶了 今天就講講醫學界的八卦新聞 上個星期就數有名望的Cortrain Library 或者Cortrain Collaboration 這個網站被社交平台Instagram封了 這個Cortrain Collaboration或者Library 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醫學界的研究權威機構 它專門將研究的資料整合成為實際的證據 讓全世界的醫生去跟從 就是說它經常會發佈一些 我們叫做Meta Analysis 大家看我這個頻道 經常都會看到我講一些 個別的Paper 個別的研究報告 但是逐個逐個的研究報告 人數可能有限 地域可能局限在某些地區 這個Cortrain Collaboration 它主要就是在世界各地 收集一些有質素的研究 但是因為人數不太多 或者局限在某個區域 它將所有各地區的好的研究 都聚在一起 看看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從而制定一些證據 就可以證明到在這個病 這個證據是很足夠的 這個證據就沒有那麼足夠 譬如說當是COVID 它可能整合了全世界的數據之後 就發覺打疫苗可以預防重症 這個證據就是很足夠的 我們叫做最高級的證據 大家都可以相信這件事情 至於說戴口罩能夠有效預防新冠 這個方面都有證據 不過就沒有那麼強 可能就會將它定做 可能是第二、第三等的證據 這樣讓大家去參考 世界各地的醫學專家 就會藉著自己的地區 自己的國家的情況 就制定一些實際的政策 在他們的醫院、診所 在醫生裡面 去叫他們執行 比如像剛才說的COVID 這樣計算 我們要規定 所有室內的人都要戴口罩 這樣的意思 因為這個證據有用 但是居然一個社交平台 網站可以封殺 Codrain Collaboration 醫學界的聖經 這件事就非常搞笑 基於原因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說法 它的說法就是 它說 Codrain Collaboration 重複發佈一些 他們認為 不是真實的 有關於疫情下的資料 事實上 Codrain Collaboration 成立二十幾年以來 它的目的 它是一個非謀利機構 它的目的就是 它不想 有些不準確的醫學資料 誤導了人 比如說 上個禮拜我講的 比如說 藥廠出了一隻新藥 它就說 我這隻藥可以很有效的 醫治新冠 這樣 這個是你說的 你是賣藥的 你當然是賣花讚花香 怎樣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呢 你就要有一個獨立的機構 去發佈一些獨立的資料 就是去制衡 一個社交媒體 究竟它的正確標準 在哪裡來的呢 我看不出有一個 比Codrain Collaboration 更高的權威 可以否定到 Codrain Collaboration 出的資料 因為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你說那個疫苗 當初出來的時候 又說九十幾個巴仙 又可以預防感染 不會傳染人 即是口罩都不用戴了 轉過頭 跟著又說 要戴回口罩了 其實防不了 只是防重症 防不了普通感染的 跟著呢 就說這些 我介紹的 全部講的那些 全部都是垃圾 不用聽它的 大家這樣想 就不正確了 因為呢 就是說 醫學或者醫科學 都是一個過程來的 它是一個尋求真理 的過程來的 即是說 當時是對 就不是代表 以後都對 那疫苗當初 九十幾個巴仙 這個是真的 因為那時候 沒有Delta變種病毒 那當Delta變種病毒 出現了之後 傳染力更加高 即是打了針對 不能夠引起傳染 但它都容易 會侵入到 我們的鼻腔 引起傷口感冒 那些象徵 但是不會有重症 那這個是一個變化 那跟著 那個科學 研究的 專業人士 就發覺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再提出這件事 再修改那個指引 其實並不是不正確 反而就是正確的象徵 如果你說 因為它這樣做 就覺得它說的話 是失實 那就真的完全搞錯了 其實倒過來說 最可怕的一件事 哪些人才會說話 說到實雅實恥呢 其實很多時候 是放假消息出來的人 就是最講到實雅實恥的了 大家都很有經驗的了 某某個人 甚至是 他曾經拿過什麼醫學獎 拿過諾貝爾獎 他就出來說 你現在這些疫苗 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就預計它 五年零三個月之後 就會大家全部 生癌症 全部都死了 那大家一聽到 就會很恐慌 然後就很害怕 然後就反而會相信它 因為它說到實雅實恥 它夠膽說 我都很佩服它能夠這樣說 因為我連明天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不是理性的 那就是說 很多時候 就是人本性 就說 可能原來某個權威 講給它一些簡單的信息 或者好像類似一些宗教 那樣的 就說你這樣這樣就這樣這樣 這樣就斬釘截截這樣說 反而大家很願意接受 正正就是因為生物 醫學 科學 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只能夠 知道一個概率的東西 就是大家幾不喜歡也好 其實就告訴你 一些好像不太肯定的資料 那個才是說的事實 Codran Collaboration 很多時候它發表的資料 是一些最新的資料 可能跟之前的想法有些不同的話 就因為這樣而禁止它 這件事情就是阻截了正常科學 醫學的討論 反而助長了假消息的流傳 醫學界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做得不好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 對於醫護人員 對於醫院 醫療機構 或者整個系統 都好 是有很多不滿 因為我自己患病的時候 親身經歷的事情 或者你家人 你愛的人 去患病 去入院 親身經歷一些不好的經驗 令到你覺得 對這個制度 或者對那些醫護人員 有一些不好的感覺 這個我真是明白的 實際也是事實來的 一定程度 但是如果因為這件事情 有很多人覺得 你應該推倒這個所謂的權威 然後另立一個權威的話 我就怕 有些更加可怕的事情會出現 因為如果 醫學界 醫療的話語權 由專業人士 那裡去轉移了一些 並非專業人士主導的機構 不要說全部轉移 就算是部分轉移 對於社會裡面 大部分人來說 影響 是相當之巨大和深遠 未必是好事來的 我又不太想說 這些陰謀論 這些機構 是不是跟某些某些 聯合一起想 征服世界 或者什麼 不過我只是這麼說 如果這個情況 其實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已經不斷見到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只是局限在這個社交平台 如果這個情況 繼續的話 對於全人類的健康 都未必是好事 好 今天就講完 這些八卦新聞 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的 歡迎你留言 點讚 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